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算的 有理由 一定要给我理由 我觉得他们58同城对这个职位的定价应该是这个价格 是吗 姚静波 我们个别的这个总监岗位能达到这个水平了 你不是根据你值多少钱来定价 而是根据他的职位的多少钱来定价 你做两只创业都没有收入 后面两只创业 你现在回头看嘛 因为都做完了嘛 你有什么整结你跟我分享一下 就是我进入市场的周期太长 我的后续资金跟不上 你觉得是这个原因是吧 对 我告诉你吧 这两个项目我还能听懂 你在家庭里面 厨房里面张一块屏幕 对吧 那个屏幕的体验 包括你要因此耗费的代价 跟现在 每个人手里面有的手机 每个人甚至很多家庭里面有的平板比 体验是没法比的 而且这个东西是实时联网的 对吧 手机是联网的 你没总结出来这个 就这种东西也许永远没有人能够做成 在这种大的浪潮下面 因为你那个东西有可能就是手机里面 平板里面的一个APP 一个英文 其实我在做这个项目呢 我已经考虑到您说的手机应用了 但是我为什么还 我觉得这个事情还可以做的原因在哪呢 我觉得房地产商它需要一个 需要一个实在性的东西去推它 不是你的想象 刘宗欧 你又说 你又说房地产商的想象 你接触过房地产商吗 我接触过 我接触过多大的房地产商 他们的项目是多少 他们是在一线城市还是二线城市 他们如果要你这个 他的那个房地产的价格 是中端高端还是低端 这些都应该在你的想象 我什么我听不懂科技 但是我都听不下去了 先纠正一下 你把你的数字调整一下 我们这说的都是税前 那可以把它调到年薪不低于120万 谢谢 你知道120万税后能拿多少吗 我开的120万我并没有去算 因为我如果年薪拿到120万的话 我的纳税额应该在45% 120万大概到手在85万到86万左右 我来到这个舞台 我想求得的年薪是100万 如果我不说是税后100万的话 我说100万 那可能我实际拿到手的工资不到100万 那就背离我来求职的初衷了 大家愿意给这样的工资和职位 那就可以为我留灯 并且向我提问 谢谢各位 你那个税后100万的话 睡前应该是160万左右 你要不要调了160 调160万 不低于160万 刘欣你凭什么 我在问你凭什么 他2013年到8月到智建在工作 可是他2019年7月份 现在还没有毕业 请您看清楚简历之后再提问 所以你提一下一个网叫 你可以安静一下吗 所以你是没有拿到正常的 先请你安静 认真看简历再提问 你刚刚这个提问 证明你没有认真看简历 你简历都没有认真看清楚 你问我凭什么 我怎么告诉你凭什么 我告诉你 首先我没有看到 后面的学习方式 这是我的问题 OK那就打住 不要再问了 所以听我讲完 凭什么的意义是 你通过 现在你还没有拿到 所谓的人力资源管理 本科的这个学历 你的160万来源于哪 你上一份工作是助理 你这份工作要拿CEO 为什么或者凭什么 看点别的创业 我倒可以理解 你说自己家的东西 你不干了 你出来 从打工开始 对吧 你要多少钱薪资 我觉得我这个 希望的是高管的 这个职位的话 应该是按年薪算吧 我希望的是 我给企业能创造的是 在这个 一千万以上 但是我希望我能取得 两百万以上的报酬 就是你要求月薪多少 不低于多少 底薪 月薪的话 应该是希望在十万块 不低于十万 对于这个在场招聘的 这些老板来讲 他一下子很难接受 也是非常正常的 我也能够理解他们 因为毕竟我希望的年薪 还是比较高 十万 是有点难弄 为什么要给你这十万呢 我是这样理解的 你接触过电商没有 电商 我自己的企业呢 有尝试过 但是没有做得太好 就是我本人在电商的 这种经验相对缺失一点 但是有一点就是 我求职的是 希望能做高管的职位 对啊 那么在高管的职位上 我觉得 他是一个整合 有才能的人的 一个管理 那你也得懂 互联网 当然 这种懂的话 原理是懂的 我一直有这么一个理解 就是做老板的人 不一定懂技术 但是一定要懂原理 但你不是老板 你是去做高管 是这样 在我心里 我依然是 我今天不是来求职的 就是在我的内心里面 还是带着一个创业的心态 然后我加入一个心仪的平台 能够跟这个平台一块成长 你想内部创业是吧 没错 先以应聘的方式进去 最终想成为合伙人 是没错 是这个意思吗 反正要保住原来的 因为我对那个行业不懂 一点不懂 就是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显示着你的办公室 政治的才能 是这意思吗 反正就这么个过程 你是说销售 你也保住了 销售额 你也保住了 你还做销售吗 你想我应聘的是董事长处理 对 你的年薪要求120万 这还是基本年薪 我的要求年薪是1万块钱 每天365万 365万 如果是哪个老板 真的使我 我会和你一起打造下一个企业 应聘的职位越高 越需要有这样一个能力 指的是尽快的速度 让对方获得好的第一印象 我们已经大概了解了 你传奇的过去 那你能为企业带来什么 我呢不会就批那个那个 换针片 我呢给这个哈佛一致意 对他们的成功进行了一个分析 然后对他们的缺点 做了一些补充 对他们的未来 做了一些规划 这个我们放在第二环节说 好吧 真的这个120万跟365万 不是开玩笑吧 不是开玩笑 是真的要这么多 是真的要这么多 如果给到这么多钱 你都可以是吗 不是 有条件 老板的人品 我炒股的 我炒了三年股 我买股票 我都要炒老板的人品 如果你这个老板 是靠外面邪到挣来的钱 我不买你那个票 我问一下你的人品 你既然要365万 你给前面苏州那公司 挣了多少钱 几百万还是几千万 还是几亿 还是几百亿 他那个年销售量 年销售量是20个亿左右 有些时候还多 我去了那个一年多时间 说心里话 账务上面 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主要是给他做了这么一件事 那你夺权以后 那企业垮了吗 后面 没垮 后来是股东变了 大股 问一下你啊 应聘的是总经理顾问 我在上面写的是 是吗 只做这一个岗位是吧 请描述一下 这个岗位的职责是什么 我不是具体去做这个职责 我可能会在那个 那个战略上提供支持 好 你要求多少钱心思吧 我要求一千万 年薪是吧 对 我感觉你不是来面试的 我是来面试的 你哪里是来面试的 你是来指点江山的 你都不以真面目是人 要把你的眼镜给摘下来 对吧 你才敢见我 然后你说的那个一大堆 完全都是超越了 所有企业的 目前的成绩之外 你哪里是去应聘的 你是来指点他们 他开到了一千万的年薪 其实我认为这是一个噱头 如果他想塑造一个 自身品牌专家的 一个品牌营销活动的话 这个是合适的 但是明显在这个场上 是不合适的 因为大家会认为 你不是真心来求职的 你只是来 做自己的品牌形象宣传 实在你是不是特别想红啊 我其实不想红 所以我才戴一个眼镜上来 所以我不想让大家认识我 你确定吗 对 那你觉得你为什么 值一千万一年呢 我一定值一千万一年 为什么 首先我是中国自媒体 排名第四的 这个是谁评的 这个我评的 你评的 那前三名是谁 你告诉我 他很谦虚哦 只怕自己评的是哦 前三名是谁 我想听前三名是谁 前三名没有人 左带 你的 美 争